老花一美之一咋回答一下臭我们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花友呢发来的是个月季啊 你提到月季的时候你就含糊不清 什么叫含糊不清 月季呢 它本身非常好氧啊 它包括它的一个耐击波能力啊 包括它的一个耐汗耐寒 它都很强 那很多花友养不可 咱就以这个花友为例 所以呢 它发过来的一个图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样的呢 总体的不是特别的精神啊 但是大家忽略了什么一点呢 月季它本身用到的盆土呢 是一种泥土 大家可以看到啊 而是它后来呢 加的是一些泥碳 当像这种月季 大家收到好之后呢 你要么呢 你就给它大洞干戈 全给它换了土 要么呢 你就不给它换土 你就还是用泥土 就月季花它非常的皮实 在盐碾地里面 一样可以生长的比较哇塞 那叫耐点能力是比较强的 另外呢 它这种略微有些尼的水很正常 你像福建厦门那边 它的一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 你像我们夏天啊 就是说我们盆栽的月季 它也有部分会晒死的 就是有的话 不是月季很抗晒吗 是很抗晒 对吧 它也有部分会晒死的 就是说现在呢 是属于一个光照过墙 对吧 气温略高 它稍微打你 属于很正常 不影响 是好不影响它的生长 另外呢 这个话说 加了一些羊分蛋 多菌龄 这个时候不是需要你加羊分蛋 和多菌龄的时候 对吧 咱们适当的要知道什么呢 你首先 咱们说买到一颗月季也好 干什么也好 就得按照咱们以前经常给大家说的那些个种 在栽种的时候呢 不能埋得太深 我经常你看我做过好多这个月季养护视频 是吧 你要从这个入土开始 然后呢 正常的一个养护 你加羊分蛋跟多菌龄 你是为了啥 羊分蛋 你不发酵 不能用 发酵以后就有机肥 他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机肥 你加多菌龄 他又不是说又没黑又没烂 用不上啊 说吧 正常 就让他慢慢长就行了 他也有新牙子长出来 好吧 路慢慢吸 其修远吸 正常养护就完了 别乱七八糟的 给乱用一些东西了 该用肥了的该用肥啊 老师想咨询一下 这上面一节皱板了 是不行了吗 这个话有发来的是一个龙血素 很多的话 我在养绿子啊 在家里面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问过话 我说 你们都是大概有一年 以上不施肥的话 有扣个一 结果呢 就是直播间里面大概不到一千人 差不多都有一百多个人会有这种回复 就是说 差不多得能占到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那个样子 都是很多人他都不施肥 你的话说 我三五个月半年没施肥挺好 人一天是吃三到四顿饭 只如是一个月三到四顿饭 你就是一年不给他施肥 不给他施肥 他那个土里面本身有营养 他还能光合作用 就相当于人一样 天天有花生瓜子 矿泉水 他一一年不吃饭 那不至于饿死 是吧 时间长了呢 哭手如柴了 各种毛病了 有的话说 现在怎么是 现在能怎么是 现在你要 病来还如山倒 去病如仇事 现在呢 杆子也抽完了 营养全抽没了 上面的叶子长出来 变脆了 你说能有什么 你让我怎么办 我说给你用点肥吧 才不是一 你这不是一天没用肥 我说让你用点药吧 冰冻三尺肥一日之寒 你这种就很难办 有的话 你说你居然是老花 你又开始推脱整理 对我推脱整理 您一点问题没有 好吧 养花 您多看看我之前 跟大家老叨叨的这个事吧 光水吐气肥 好吧 肥料该用的也得用 老花一请问 我这个天堂鸟叶子 总有这种胶边啊 还有一些这种斑点 怎么抢救一下 这个没事 如果说老叶子 个别两个的叶片 出现这样呢 是由于缺乏营养 好吧 另外呢 适当的用工具 拔了拔了土 稍微埋一些个肥料 你像一般的 纯发酵之后的沸肥是可以啊 要么呢 你就直接用一些奥绿 奥绿缓射肥 或者是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或者说一些比较有机的一些营养叶之类的都可以 好吧 不喜欢 你那个有的话说 这个叶边叶间为什么会分岔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扩叶类的植物呢 大都是在热带和亚热带 他空气湿度是比较高的 到了北方以后 他空气干燥了以后呢 大家也都知道 你像咱们脸干的时候都紧紧巴巴的 对吧 他也紧紧巴巴的 时间长了就烈了 这一个道理 明白吗 浇水能把持一个干湿循环 你像用这种高盆养花 给花儿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 我有时候我做美瑞达 做的心累 你知道吗 就每天遇到同样的问题 还每天有人来问 每天有人来问 我现在慢慢的 也要学着平复自己的心态 这个臭宝就是用的盆太过于深 好吧 太过于深的话 浇水把握的不好 空气过于干燥 另外的话 缺肥缺营养 说白了就是 老外医 请问酒里像叶子 为什么会这样黄花病吗 对这就是黄花病了 然后呢 有点缺光啊 一定要给足一下光照 现在那种叶绿叶绿素比较少啊 叶绿不多啊 都是煤铁同心蛋 说白了呢 你要是问一些个人 就告诉你缺素 你就多给一些光照啊 然后适当的用一些个多微量元素的那种 你比方花多多系列的都会好很多啊 你花一少爷 你们的一天到晚换成我 这个神龙木头疼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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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变成又大又厚的斑 高温 这五本了 看一下 这很正常啊 跟人一样老了以后脸上起斑啊 起缺的物质 你这有什么办法 对吧 养花 他总是这样 你不可能很完美 就跟他直播间 咱咱那个什么 咱屏幕前有很多美女一样 他并不是完美的 完美无瑕的 那是天使 养花也是一个道理 另外这个东西 你也知道啊 反正距离一距 他还照样长 还能价家的玩 他既然都这样了 没办法 你说你让他让我给他复原吗 我复原不了 我只能给网上学的那样的拿方便面 用五六二给你打磨打磨 喷点漆 这个做不了做不了 这个就这样了啊 只能说是他以后再长出来的新的 不这个样子 你像这个老的 他这样就真没办法了 你要是去沙漠里面看 都很古朴 都很沧桑 不是虫子咬过 就骆驼碰过 那么就不是大风刮过的那种沧桑的感觉 欢迎我想问一下 这不是脚紧怎么了 感觉要死掉了 那肯定了呀 您这个养脚紧 哪哪都不对啊 首先咱们说第一点 光照 光照肯定是不如 如果说光照很如 不会出现这种发黑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可以判断到 不是水大就是肥大 您可能是爱乌 那不是叫爱乌 就那个叫叫关心则乱 可能用了肥料比较多 好吧 别的都没什么大问题啊 浇水这一块的也还行 用肥料 我看您应该是用的淡肥比较多 是吧 行了 今天养问题 有的话说怎么含含糊糊的 不是含含糊糊的 养花是需要一定基础功底的 给大家下一期的时候 讲讲基础功底 希望画我们的补补课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